而再来关注屏东这一名国君休假期间去吊虾场聚会 没想到去的很有可能是一场鸿门夜 因为最终呢他20多岁的生命就停止在吊虾场的VIP包厢 而根据了解呢这一名20多岁的国君他进入包厢之后 随后出现了少年带着刀子那么被砍杀了九刀夺命 而这事件发生之后呢一开始警方侦办是怀疑 是不是因为禁酒的纠纷所以少年奋而行凶 但是死者的爸爸表示他觉得整体的案情不单纯 因为儿子出门的时候是告诉爸爸说自己要去洗车 怎么后来被朋友邀约到了吊虾场 而随后在包厢里头还有人通风报信 说人已经来了而自己的儿子就命丧包厢 车抵达医院身重多刀的王姓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仍然回天乏术 20岁的年轻生命画下句点 事发在屏东这间复合式吊虾场 案发这两天没开门营业 死者是陆军机部33旅王姓士兵 15号晚间他跟两名女子走进VIP包厢 刚走进去救人通风报信 从别的包机案和店外四五个人穿长袖藏刀冲进去 整个过程短短五分钟 死者爸爸痛批预谋设局 拿出手机和儿子的对话记录停留在15号晚间 怎么打都没人回应了 当18点多儿子说出门洗车 不知道被约去了吊虾场 9点23分儿子还问人在哪里 就是这时候惨招砍杀 五分之后警销货报 将人送医 凌晨宣告不至 王姓男子全身被砍九刀身亡 警察办案办了两天 却只解送一名17岁少年才定收容 当天总计到案两车7人 及监视器画面判断之后 确认动手的犯行为一人 现行犯逮捕 死者家属质疑现场 明明很多涉案人与关系人 警方最后只逮捕到一名未成年 是不是让无负担行事责任的少年顶罪 警方实在是要好好查个清楚 给家属交代 TVBS新闻 叶凤达吴仲勋何一信 屏东报导 而吊虾场与国小同学的聚会 究竟是为这一名死者设下的鸿门夜 还是就是因为禁酒纠纷呢 因为父亲呢 他出面来控诉 说自己儿子进入包厢之后 那么有两名女子就通知其他人 人已经到了 而少年呢 身穿长袖藏着刀子进入了包厢 而且他认为行凶的很有可能不只是少年 因为包厢里头有四五个人都有拿刀 但是真的只有一人行凶吗 这些都是死者父亲想要请警方厘清的疑点 不过说到这个杀人总要有动机吧 目前呢死者父亲认为 他的儿子在生前一直跟他抱怨 这群国小的同学呢 其实有一些比较跟他相熟的朋友 每次都跟他小额借款 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但是出去聚餐的时候 常常叫自己的儿子买单 儿子心生埋怨多次催讨 父亲总是劝他 就这点钱就别计较 没想到再也判不回儿子回家了 原来家属跟死者生前最后联系 明明要外出洗车 但不久后却跑到掉虾场包厢 就算是自己约好唱歌 也巧遇凶贤一行人 还邀约对方同乐 但年纪最小的少年 能够杀害年纪大的职业军人 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场有人有劝架 应该是不会预知 因为时间有点短暑 动手的到处有时候会有挥舞 时间点其实是足够的 由于伤到死者动脉 最后送一不至 但第一时间 却是掉虾场员工报警 也让家属无法接受 他们后来就离开了鸟寿山 那你们一开始 为什么也没有报警 自来做 他们有协助救护的动作 由于死者一行人 一男两女 以及后来进入包厢的六个人 其实年纪都差不多也互有认识 加上其中有死者的小学同学 基线死者债务 从几百元到三五千元不等 因此家属也怀疑早有动机 死者去年才刚高职毕业 为了分担佳绩 除了平常会帮忙爸爸工作 还选择入武当兵 如今却惨死在友人手中 也让家属不甘 希望能找出真相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而再来带您关注的是 海军的鸣船舰 传出有逃兵 而他逃亡的过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离奇 根据了解 我们为观众朋友 整理时间序 这名逃兵是6月16号 跟随着鸣船舰的征询任务 那么船舰刚刚离开金龙港 大约是晚间的10点多 这一名年仅24岁的 欧姓志愿医上兵 传着救生医 直接在甲板上面就跳海了 而随后呢 在10点半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名欧姓上兵 怎么没有按照整个执行的规划 在自己的岗位上执行 因此通知家属 而且非常的担忧 是不是有事兵落海下落不明了呢 而随着他们大动作的搜索 也通知了家属之后 直到6月17号 消防局获报 原来台船公司打电话给他们说 由一名海军的上兵 游到了和平岛上岸 向台船的保全求救 而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呢 发现这一名上兵呢 看起来似乎已经游到筋疲力竭 脸色也相当不对 血压也很低 立刻将他送邮 那么根据了解 他其实已经在名传舰上服役4年了 所有表现一切都是正常 而警方问他为何要跳舰当逃兵呢 他说自己真的不想当兵了 消防队询问男子 说出海军部队的电话 但他却声称自己不知道 看他全身无力的样子 只好先将他带上救护车送移治疗 落海多久啊知道吗 10点出海了 10点多跳 现在几点了 现在已经1点多了 大概游了游了三个小时 竟然从军舰上跳海 整整游了大约三个小时 原来他是海军民船舰24岁的欧姓上兵 疑似不适应海上生活 竟然在16号深夜10点 军舰执行征询任务 离开基隆港不久后 船者救生衣跑到甲板跳海 逃离船舰 军方在10点31分 发现这名上兵没有救部位知情 整艘船也找不到人 于是马上通知他的家属 并开始寻找 之后在17号凌晨1点29分 消防局获报 这名上兵自行游到和平岛上岸 游到附近的台船公司 找保全求救 根据军方表示 这名欧姓上兵是志愿役服役4年多 但却疑似不想当兵才会跳海 那他其实平常表现的部分 都还算正常 但是有一些个人一些 一个小问题 那我们单位也积极在辅导他 对他的未来的继续服役 他有一些需要 在跟家里面跟单位在做勾备 目前军方单位已经积极辅导上兵 不过海军跳海落跑的离谱状况 让国军形象大受影响 铁别新闻刘新贵 陈家彤 基隆 采访报道 那么现上网友也说 在海上游了4个小时 和平岛上岸 这个体力真的还蛮不错的 而根据了解 他其实是在这个舰艇 出基隆港的时候 在附近海域跳海的 所以其实离岸边还蛮靠近的 不过这样的体能呢 也是让大家觉得训练有成 如果不喜欢在舰艇上 要不要考虑去当海龙挖兵呢 不过训练会更为辛苦了 而再来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在先前这名软姓的大陆籍男子 他从福州开着快艇 直接进入到了淡水河口 中间还擦撞到了交通船 而后呢是民众报警 他才落网 而这起事件呢 他究竟来台湾是真的要投奔自由吗 因为过去这几天 我们为各位报道 他本身呢 其实也是大陆的海军解放军 这个舰艇前舰长的身份 退伍之后 经商呢 后来才知道 他经营建设 公司的经营不善 其实因为赖帐 所以被列入了黑名单 同时他自己公称 在微信上面 说了一些不利于大陆当局的话 所以被限制出境了 可是这诸多的说法呢 到底检方才不才信 今天是邻地院 其实首度将他借题讯问 最后呢 还是依法申请羁押 最后法官也同意了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 严慎芬 戴着眼镜身穿紫色短袖 蓝色短裤 他就是60岁陆籍软性男子 不会后悔 听到记者问话还大胆 回说不后悔 但他行径相当离悟 趁着端午节前夕 开快艇从福建渔港出发 直冲到淡水 甚至直接靠岸 把自己当游客 台委会主委管碧林 日前受访时说 过去一年来 共有18个偷渡案 但此次不同的地方是人 更透露这名软性男子 曾经担任过海军 还做过舰艇艇长 第一时间 他还向海军署表示 是投奔自由 但因为未及许可 进入台湾地区 违反人民关心条例 移送后 由检察官讯问 交由移民署收容 再由国安专组检察官调查 厘清来龙去脉 传话他开庭讯后 当时逮捕 以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 向法院申请羁押 施灵地医院出了后 才一定收押境界 不过近期呢 中国大陆对我方 有频频的军演 或者是在灰色地态 无人机 或是共机共箭的侵扰 都想要压迫我方的治权 而今天呢 其实在金门跟马祖 也有发生不寻常的事件 我们的航管单位呢 收到了对岸的航管单位 下午联系 他说呢 因为近期在福建 还有长江南方地区天气因素 所以他们的民航机 要绕飞金马的上空 来通知我方 但是我方呢 明确的回复他 告诉他 不要进入金马的终端管制区 这就是意味着 不可以进入我方的领空 其实领空跟领土一样 都象征的我国的主权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航空迷 透过这个航空的轨迹图 也有民众募集拍下 怎么在我们的列宇上空 看到了疑似中国大陆的民航机 直接飞越我方的领空吗 而这些飞越我方的领空航空公司 目前呢 根据民众的说法 有厦门航空 还有澳门航空 东方航空 首都航空 但是针对这样的揣测 还有民众拍到的画面 是否属实 都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募集大陆民航机 中午后飞越金门和马祖上空 更点名 厦门航空 澳门航空 东方航空 首都航空的班机 都是如此 觉得傻眼飞正常 那先来看看正常怎么飞 翻开厦门航空NX162 下午一点半 从澳门飞往宁波的班机 或许这条路线 都是飞厦门上空 不过来看六月十七号 同一班飞机 直接飞越金门上空 到了马祖 也是如此 确实如专家所说 民航局正式六月十七号 受封面影响 海峡及大陆沿岸地区 有不良天后生成 中方航管单位 有电话联络果方 说因为天气因素 可能有机会 绕飞马祖和金门上空 我则提醒 勿进入马祖和金门 终端管制区域 民航局说经观察 树架民航机的高度 都没有进入 确实翻看NX162 飞越金门的飞行高度 超过三万三千英尺 飞越马祖时 最低三万两千九百二十五英尺 距离是有限的 大概至多是 这个离上一级机场 约二十公里左右 然后高度呢 其实通常大概是在 一万英尺以下 它在我们的限制空域以上 那基本上来说 是不会影响到 我们飞航安全的 天气到底有多差 中央气上数的 红外线卫星云图 显示厦门上空 十七号下午两点 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伴随雷击 强震风短延时强降雨 大陆闽西遭暴雨侵袭 最大降雨量 达两百三十五毫米 汽水倒灌 部分沿街店铺 车辆涉水而过 虽然人员还得出动交罚 不过两岸关系 跌入冰点的气氛之下 任何风吹草动 让部分人士很紧张 TVBS新闻 林玉成 曹娇人 刘欣廷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